第一个就是 Address 部分 那 Address 部分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我底下定义一个 E-mail 信箱 跟一个网站 那这边的话 各位可以自己再加一个 E-mail 信箱 以下的话呢 本文章发布日期 那我可以把这地方 存一个日期在这里 这个日期的话呢 比如说 里面可以储存我们日期 然后呢 秀出来的话 你也可以秀 你要秀出来日期的内容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它秀出来 类似像这样 这地方一样是 这个区段呢 基本上是 Address 我们已经把它定义出来 那另外的话 在这个地方发布日期呢 如果将来 城市要存取的话 它也知道这个日期 它就有一个可读性的部分在这里 OK 那这是 Address 这个 Address 与 Type 的部分 那另外的话呢 请各位也试着做一个类型 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要做一个版型 一个版型 所谓的那个类似像一个 文章一样的一个排版 那比如说我今天有一篇文章 你们可以 从网路上找一下 那比如说我有第一张跟第二张 我秀出来的话 类似像这样 比如说这个地方的话 我希望呢 秀出来 这个地方 那这里的话 比如说第一个 就跟前面我们所讲的 第一个 我们有个主标题 那里面的话有 第一张跟第二张 所以这里的话 怎么样去做一个 做一个这个 这个 排版 那里面的话有 一之一 一之一 二之一 二之一 那文字的话 可以做一个区隔 那这个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大概看一下它的结构 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在 Body 里面呢 我们给它一个 Article 比如给它一个 ID 这个 ID 的话呢 叫 My Book 所以你这边可以把它定义出来 再来的话呢 Section ID 我也可以给它一个 Section ID 第1个的话 Chapter 1 对不对 那底下的话呢 就会有个 H1 就是它的标题 那再来的话呢 我还可以在这个 Section 里面呢 再定义一个 Section 有没有 Section 里面还有一个 Section Section 里面的话呢 底下这个是一之一之一 一之一 底下还可以再自定一下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就会有个階层 这个階层 那展开来之后的话 有个 H1 有个主标题 那在 H2 的部分的话也是一样 这边也是这样把它制定出来 那也就利用这个 新的 HTML5 Section 的观念的话 我们也可以把原来 只能在像 Word 里面 这个我想这个动作 以前在 Word 里面做其实非常简单 可是在以前网页设计上面 要做出这样的结构 基本上很困难 那在 HTML5 它也定义得很清楚 所以各位等一下也可以试着练习一下 这个就是所谓的大纲结构 那也就是说将来 你们要把文章放在我们的网页上面的话 就会更有结构性 那这里的话有两个部分 请各位参考 一个是 Address and Time 一个是大纲模式的部分 画面切完给各位 试试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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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